巨星林青霞九位公开露面 一先生依旧是媒体追逐的焦点 只不过这回他的身份不再是艺人 而是应师父圣言法师之邀 为一场佛教婚礼担任主婚人 至此时他难得分享十年来的婚姻秘诀 许多朋友都说 维持靠一个忍字 那么我先生说得很好 他说忍 光是忍是不够的 如果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这个 不愉快和不开心的事情 把它化解掉 消化掉 然后启发对方的智慧 大家互相成长 那不是一个很美好的事吗 聊婚姻 林青霞洋溢满脸幸福 但自认早已不是艺人的她 对媒体的其他追问都笑而不答 只提逼写下幸福圆满 来祝福在场的70对新人 在这场佛教集体婚礼中 最特别的当属因为车祸 而结合的卓玉胜夫妇 四年前卓玉胜看到太太被车撞 敬意勇为的将她送衣急救 最后竟然抱得美人归 这样戏剧性的转变 仿佛是姻缘天注定的最佳写照 他送我回家之后 人家就说我们很有夫妻联 我姐姐说的 整场婚礼在圣言法师环保的宗旨下 仪式虽然简单 庄严 但居心林青霞的主婚 圣言法师的亲自开示 都让婚礼显得与众不同 三立新闻林家会王明辉 台北报道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